伊朗總統萊西在當地十九號出席 一場水壩的啟用典禮 搭乘直升機要返回首都的時候 疑似因為天后惡劣 山區大物弥漫 造成了直升機失事 在搜救一整天後 發現直升機的殘骸 而機上九人 包括總統萊西和外交部長 等隨行人員全數罷難 大物弥漫夾雜著風雪 伊朗的紅星音樂會搜救人員 不時與地面人員聯絡 回報搜救情況 伊朗總統萊西在當地十九號 出席一場水壩的啟用典禮之後 搭乘直升機要回程時 疑似當地的天后惡劣 山區大物弥漫 導致直升機失事 在土耳其 俄羅斯等國家相繼伸出援手 利用無人機進行搜救之後 才以熱源感應器 在伊朗的東亞拜塞然省的喬發地區 增測到墜毀的直升機 但當時已經偵測不到 任何生還者的跡象 隨後也找到了 機上乘客的遺體 當局宣布機上九人 包括總統萊西 外交部長阿布陀拉西安 等隨行人員全部罷了 伊朗國營電視台也公布了這集現場 能夠看到機翼斜插入陡峭的山坡 其餘的機身是嚴重燒毀 被機翼的機體殘骸四散 63歲的萊西在2021年當選伊朗總統 上台之後下令搜紧道德法 導致伊朗婦女艾米尼 因為涉嫌違反服裝規定 遭到拘留死亡 而萊西還以強硬血腥的方式 鎮壓反政府示威浪潮 推動與世界強權的核談判 但在2023年的3月 卻跟沙烏地阿拉伯切除協議 讓蘇萊維宿敵的兩國恢復外交關係 根據伊朗憲法規定 在萊西去世或喪失能力之下 將會有第一副總統 穆赫貝爾接任總統職務 並且必須在未來50天內 舉行總統選舉 而綜合外媒分析 萊西罹難之後 對伊朗國內情勢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伊朗國內的實權 依舊由最高領導人 哈密尼掌握 關心人 陳頌 別議